对 刚刚明老师谈到了这个同盟国家 他的团结的问题 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中共被打的时候 俄罗斯会不会出兵 或者会不会帮忙这个问题 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导致我去关切 这个第十一届的 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一个原因 主要就是说是在这次会议当中 你们中俄两个政权 都集中去讨论到台湾问题 这是否我敏感的去猜测 或者是关切就是说 中俄两个政权 是不是在一个新的形式之下 有一种同流合力的这样一种 迹象或者讯息 乃至于就是说 如果中共要发起 台海战争的时候 那么俄罗斯会不会参加协助 也就是刚刚明老师所讲的 俄罗斯会不会出兵 或者是帮助中共打台海战争 我们看到他们的联合舰队 已经出现在日本海等地 对 现在包括日本跟韩国等等 也就是说中俄的两个政权 在一个新形式的结盟之下 是否会重新挑起在 俄乌乌克兰战争之外的 整个东北亚的一个区域的危机 这其中必然会是 提到台湾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种关切和 一种推测之下 我就想对于 李尚辅中共的国防部长 在这一次第十一届 于8月15号在莫斯科召开的 所谓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里面所提到的关于台湾问题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加以一一的驳斥 所有中共关于台湾主权地位的扭曲和说谎 我若没有听到就算了 我要是听到的话 你说一次我就必须以反驳一次 好 那李尚辅到底怎么说呢 首先我讲 中俄两个政权基本上是 当前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破坏者 请问这两个政权有什么资格和立场 来讲国际安全问题 那么这其实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中俄两个政权 土匪假扮警察 然后魔鬼充当天使的一场 叫做国际不要脸大会 为什么叫国际不要脸大会呢 我一一来加以说明 李尚辅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是 没有所谓的台湾问题 只有中国问题 我们听到今天 恒大现在已经开始在美国申请 不管你是什么 总之它就是一个重大的财务危机 没有台湾问题 只有你中国自身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的内政 台湾的问题始终是 中华民国的内政的问题 不是你的中共的内政的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从一个 现代国际法当中里面 所讲的主权国家的一个 必要的要素当中 土地 人民 政府 军队 司法 台湾一个都不缺 这是我过去一再强调的 所以台湾既然是一个 主权的基本要素 都一个都不缺的一个 所谓的主权国家 英文叫sovereignty state 那么就不存在 就是说台湾的任何的事物 会去隶属于或重属于 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的范畴 没有说一个主权国家 它的内部的事物 是隶属于另外一个国家 或者是政权 它的所谓的内政的问题 这个是逻辑上完全说不同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自1949年以来 中共的治权 我们讲说管辖权 没有一分也没有一秒到达台湾 台湾的国家领导人 是2300万人 用投票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国家领导人 跟你这个中共本身 一点瓜葛都没有 所以第一点我要反驳 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第二个呢 李尚福说 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力的干涉 为什么不能干涉 国际政治长期以来干涉的事情 多的是呢 人道主义的干涉 反侵略的干涉 反种族屠杀的干涉等等的 联合国的维和事业 就是一个干涉 所以我们在问说 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 是不是国家暴力 对乌克兰的干涉呀 那么中共在海外 设立所谓的秘密警察 请问是不是中共在海外 进行一种长臂干涉呀 中共对美国发送间谍的气球 这难道不就是对美国的 主权干涉吗 你一天到晚干涉人家 台湾问题不能受到外力的干涉 强词夺利 所以我简单的来讲就是说 台湾问题不是不容任何外力的干涉 而是台湾的问题 不容中共任何形式 对台湾的干涉 而且他讲一句话说 得到多助嘛 是 对啊 得到只会是不能得到外力的干涉 跟帮助呢 得到多助另外一面就是你中共的失道寡注嘛 这是第二点我要反驳的 给我一点时间 那么李尚福说 中国统一是世界的大势 世界的大势是由世界人民来决定的 不是你一个中国共产党来决定的 而且我也很不客气的来说 从这个十九世纪以来 中共从来都不是历史大势的 或者历史趋势的决定者 他始终是一个历史趋势的被决定者 甚至从一九四九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从来也没有主导过 任何一个历史的趋势 这是我第三点要加以反驳的 李尚福又说第四点 他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没有 没有人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只有你中共在台湾问题上送火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全联无休的军机绕台 就是在国际秩序和区域安全上去放火 那么所以没有人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而是你中共在送火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 他说李尚福说妄图以台制华 终将以失败告终 没有一个国家妄图要以台制华了 全世界多数的国家都是怎么样 挺台抗共了 所以所谓的这个中共 你是因为你试图 一直试图以武力来改变现状 所以才会遭到国际社会 对你的什么东西 集体围剿 就是我们所谓的打群架 所以失败的不是所谓的以台制华 失败的是你中共的什么样的 你没有办法抵抗 全世界对台湾的抗共 挺台抗共 而且是你自己本身要宣告失败 你比较像是一群人 一群消防员带着 那个消防设备过来 然后他在那边纵火 那大家叫你不要再纵火了 真的不行的话 我就敲下去了 帮你打昏 对 没有错 我也要称赞你一下 补充得非常好 那么第六点 他说天道都已经快要吐血 或者是到胃口了 他说中方期待于各国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不是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愿意跟你在共同践行 所谓的全球安全倡议 那么一个都没有 除了俄罗斯你的所谓的战略共犯以外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跟你去共同倡议 什么全球安全倡议 这是第六点 第七点 我一共讲八点 李尚福说 中国的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这个主意让全世界倒进胃口 为什么呢 不是 不是就是不是 你自吹自擂的一千遍一万遍 不是就是不是 为什么呢 中国的军队恰恰是怎么样 防害世界和平的破坏者 不是什么坚定的力量 你火箭军你还在谋反 还在贪污呢 你坚定个什么力量呢 这个是我讲的第一 第七点 第八点 最后 李尚福说 中方愿意与各国军队持续加强 军事安全的战略互信 还有各个专业领域的合作 我想除了俄罗斯这个所谓的 你的战略伙伴之外 应该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跟你中共之间存在了一个 什么样的军事安全的一个战略互信 没有人相信你了 讲白了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全世界所有爱好 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 只有对你中共充满的 不是战略互信 是战略疑虑 甚至是包括战略厌恶 还有战略抵制的一个态度 没有任何的互信 没有人相信你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互信 至于谈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他在这会议当中里面讲说 西方世界对于台湾问题 非常的虚伪 一方面说是要遵守一中原则 可是又不能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这个话正好说明了你俄罗斯的本质 你认为拳头大就可以随便打人 现状是可以随便由你俄罗斯 来个加以改变的 所以这样的说法完全就是 不能够被人家接受 而且是胡言乱语 用四个字来加以形容 打人家接受 这些词 就算是有的 你俄罗斯外长拉夫 下来 本身怎么会有的 原则